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今天继续给兄弟们来解说环宫的一个单挑角 这边的话是阳关城大舞台 对面的话是表弟 观战番的话应该是甜妹的一个宙斯普多 对面的话表弟直接利劈开 利劈开 那起手的话就要点观战番的一个宙斯普多 看一下观战番的话要不要几个盾 宙斯普多选择先点灯 没有选择先起盾 他这个宙斯普多的前排零四啊 我感觉不是特别猛啊 点灯的话肯定是回不过来啊 宝宝顶了一个药 没有选择起子人 选择起了个混元伞 混元伞这个法宝承受伤害 它是没有子人那么高 不过它是会有一个反弹 什么时候起混元伞比较好呢 就是对面人物单位残血倒地之后 你起一个混元伞可以反弹伤害 就是你这种情况下面 起混元伞的话明显就是没有子人的效果那么好 签速拉起来 没有选择结算 而是选择摇了一把鬼气 这边是归宿 归宿拉起来摇了一把鬼气 然后的话第二回合来了一把惊魂灵 对面的话宝宝没有逃跑 那这个比赛就打了 打了几回合 打了六回合嘛 归宿宝宝再拉起来 换了一个小孩 小孩的话是一个签速 哎 他这种 三人逆劈 你一个五行法术不就砸掉了吗 签速拉起来 关在反弹的话掀起 掀起了一把粘胎 来 下一回合的话直接砸一个五行法术不就行了吗 配鼠顶个药 对吧 砸一个五行法术 对面的话宝宝有高鬼魂 对吧 人物可以先起个盾 宝宝顶个药 人物起个盾 关在反弹的话打得有点迷啊 没有给对面起紧箍兽 对面的话出了个先进七发 伤害最大化 关在反弹的话也不点灯 给对面起了一个紧箍咒 那配鼠拉起来 拉起来之后的话得点个灯 这边的话没有选择拉九转了 拉还魂咒拉起来这个七血 不多 总共就一千点血 拉起来之后的话得心法结算 得把这个灯给破掉 关在反弹的话 选择直接砸对面 没有紧箍咒 对面的话来了一把风卷 有先进七发 哎 我觉得宙师不多不应该打不过神物灵啊 而且我感觉观战翻的话没有法盘灵四 你懂吧 对面皮秒没有头发出暴击能秒两千多 那观战翻的话应该是带着一个属性灵四 这边的话也不选择给对面挂紧箍咒 直接硬砸对面 宝宝有神 那可能宝宝神又看一下 还是选择还魂咒 继续拉 其实可以给对面挂个咒 对面的话选择硬砸对面 比赛的话16回合选择硬砸对面 对面的话咬了一把鬼气 对面起蜜热 出了一把青死 对面可能是要先亲观战翻的一个宝宝 亲人物单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啊 这边的话五行法术出了一个暴击 头上面没有套没有死 观战翻的话硬砸 这边的话又出了一个暴击 对面上打出163 出了一把封剑 观战翻宝宝在 那观战翻这个宝宝在 多神一把可能 对面也不是特别好打 再出一把163 我觉得观战翻这种打法的话 也不需要点灯了 拉起来再砸 对面的话再出一把163 观战翻宝宝还有神 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对面这个小孩是要比观战翻的人物快啊 那对面一旦倒地之后的话就要被锁薄 对面宝宝也有神 那还行 对面咬了一把鬼气 观战翻宝宝逃跑 这个时候的话得出一个隐身 哎呦 观战翻怎么老喜欢出地冰 这妈出个隐身的配数不行吗 八个宝宝六个宝宝 隐身配数砸倒对面直接锁薄啊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比赛啊